美国大多数从阿富汗还有伊拉克战场上退伍的军人 因为长时间承受冲锋陷阵这种重大的压力 很多他们都会患上创伤后一阵 他们会觉得生活变得非常的孤独 也没有办法适应退休生活 因此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为了帮助这一批退伍军人 就推出了一种很特别的治疗计划 为他们提供免费9个月的养蜂课程 那不过这些小小的蜜蜂到底是怎么治疗这种严重的心理障碍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跟着镜头去看看 专注的养蜂采蜜或者是看着小蜜蜂飞来飞去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看似很普通的活动 根据美国密歇根州的养蜂计划推广人说 这一些都能够有效的缓解患有创伤后遇症的退伍军人 所引起的焦虑等心理障碍 除了可以提高专注力 也能够舒缓压力 这项养蜂计划的治疗成效 目前还未得到任何研究证实 但对于这一名参与养蜂治疗计划的退伍军人来说 虽然刚开始会对蜜蜂感到恐惧 但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病情起了变化 现在的他不会再去回想以前不开心的事情 除了缓解退伍军人的心理障碍 感谢观看